現在是中午11點半左右 今天是相對靜止狀態之下的第二天 這裏是花城 澳門的朋友都熟悉 噴仔花城一個其中一個中心地方 給大家看看這個中午時分 其實這條街都沒什麼人 但也有些人可能出來買東西 或者做傳檢 但是相對來說 以這個時間來說 沒什麼人 看看 這個空地前面也沒什麼人 這裏就是浩亭都會 你看看也是沒什麼人 中央公園 給大家出去看看 吧 趁 Philippe 趁叔在這裡走 沒有人 不過也不怕 我有個突胸工作燒 現在在拍攝 後面拍攝給大家看 這裡平時有很多人的豪拍 外面這個,跟著商場 其實商場都開的 但裡面只剩下一些食店開門 其他零售店舖都已經關門了 這裡是廣東大馬路 平時都車來車往 現在只是11點多鐘 都是人流疏落 這裡就是澳門國際機場上層 每次經過這裡都很懷念 以前有得飛的日子 現在基本上差不多接近零 沒有人 希望快點可以恢復 盡快 不過不知道要等多久 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個機會 這次就是坎仔運動場 為何會見到這麼多人呢 相對來說 因為這裡比較前一點 就是傳檢站 所以人們往來 基本上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人 和車比較多 拍個實況給大家看 現在的時間 給大家看看 中午1點 烈日當空 最曬的時候 依然都是有人傳網 來做一個傳檢 好 這一輯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有甚麼最新update 都會繼續拍片 和upload上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